你有想过自己90岁时会过怎样的生活吗 这个在厨房熟练艰单的奶奶 今年已经91岁了 她头发花白手指蜷缩 但她却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小三款的厨师 这里是日本长崎县佐世宝市 在距离繁华街道有些远的地方 有这样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小食堂 里面装修简朴 最多只能用下十人 凌晨细黑的小路上 只有她还散发着莹莹微光 食堂创办至今已有70年 梅作子奶奶是负责晚间工作的 夜里9点 老人家煮着双拐 缓缓来到店中 和白天的工作人员交班 之后就要一直干到早上9点 店里卖的手作熟食 每个只要200日元左右 价格十分划算 梅作子奶奶做饭于陶斯里的章程 考虑到深夜工作的摄出的身体健康 她总会多放些蔬菜 所以做出的汉堡肉饼味道就很清甜 当然来店里的客人也不止摄出 所以我们些老顾客 把这里当成了深夜问题解决中心 遇到什么烦心事 或者和家人吵架 都会过来坐坐 和梅作子聊聊天 这个创建于1947年的小店 最开始只是梅作子父母开的一间蔬果店 当时22岁的梅作子 就在店里帮忙做事 可没过多久 他们就发现 每天12点闭店后 总有许多客人还来敲门 求去食材 考虑到这些工作到深夜的人 梅作子就开始捏饭团来卖 后来蔬果店渐渐也变成了食堂 直到现在 还是会有很多客人来买饭团 梅作子的家中有五个兄弟姐妹 弟弟在原子弹爆炸中去世了 为了供养其他弟妹上学 作为找女的她 选择与父母共同经营家里的店 每天忙忙碌碌 不敢用丝毫携带 等一时到的时候 她早已错过了结婚的年纪 所以至今也是独具 在过去七十年里 梅作子一直往返于小店和家 或者自己选择的平淡生活 但殊不知 这样的生活状态 却间接影响了许多人 因为是夜间食堂 梅作子的小店 总会迎来一些 从酒吧结束陪酒工作的女性 其中有位名叫麻衣的女孩 几乎每天都来 自四年前第一次来到小店 麻衣就爱上了这里 她向往梅作子的生活状态 也想成为这样独立的单身女性 每次来店里聊天 麻衣都会开心不少 但梅作子却十分为她担忧 为了逃避不安的前途 这个年轻女孩 每天都要喝至少六瓶酒 她不想看对方 因此搞化身体 所以总是苦口薄心地 劝导批评 梅作子温暖真实的话语 总会让麻衣忍不住流泪 也会给她带来生活的勇气 同样如此的 还有一家收拾店老板昌宏 她的店就在食堂不远处 可近些年来 由于年轻人都往大都市搬迁 左市保市已经越来越冷清 路边随处可见 因经营不下去而关闭的店铺 昌宏的寿司店也是免香卫生 从高中毕业后 昌宏就从父辈手里 接下了这家店 可店里的营业额 却每况愈下 如今利润 还不足以往的三分之一 每天点头花油 工作到黎明 生活也并不富裕 这让她一度产生颓废 放弃的念头 可四十年来 每次到梅作子的小店吃饭 看到梅作子努力工作的样子 她就能重拾勇气和信念 而这些也是梅作子 坚持开店的原因 他们相互温暖 相互治愈 在凡尘俗世 抚慰人心 这家充满花生笑语的零食屋 和梅作子的食堂有些相似 店主山川已经74岁了 是镇上家喻户晓的奶奶 几乎全镇孩子 都是吃着他家零食长大的 所以每当迎来人生 重要转折点 比如毕业 结婚 生子等等 他们都会回到这里 和山川分享喜悦 开了50年的小小零食店 倒是有什么特别的呢 下午两点 配合着孩子们的放学时间 山川的零食屋开店了 孩子们在这里 不仅可以买零食 还能写作业玩游戏 至山川规定 游戏机只能玩30分钟 只有可以去门外玩 每当孩子们玩得浑身湿透 山川还会一边教育 一边给他们擦头 这样孩子们都感觉到 无比温暖 山川的零食店 穿年于1968年 当时独立做生意的女性 还非常少 但山川并没有想太多 她只想着开店 可以边工作边照顾孩子 没想到 因为赶上婴儿潮 零食店的生意十分火爆 后来 随着时代变迁 父母双方都外出工作的家庭 越来越多 山川就在店里摆上了桌子 于是这里成了孩子们的重要基地 直到现在 有许多长大成人的顾客 还会时常光顾 比如38岁的佐藤 小时候 因为和父母闹矛盾 佐藤叛逆地把头发 染成了七彩颜色 所有人都觉得不合理喻 只有山川很快接受了 他对佐藤说 想染就染吧 这就是你这个年纪 会做的事啊 这样包容的话语 给了佐藤很大慰藉 让他记忆至今 现在 他的儿子也把这里 当成了快乐基地 其实到了现在 零食店的生意 早已大不如前 每天不管卖多少 利润也就几百日元 可每次批发进货 山川还是要亲自跑去挑选 他费尽心思找孩子们点名要的 从来不嫌麻烦 过了70岁之后 山川的身体 总是经常疼痛 家人们都劝他 把店关了 但山川还是想坚持 零食店是他生活的价值所在 每次看到孩子们开心 看着孩子们成长 他自己也会感到开心 上初一的女孩奶奶光顾小店很久了 她父母从小离异 母亲又忙于工作 零食店就成了她最常去的地方 山川也是幼时 唯一陪伴她的家人 就像第二个母亲一样 奶奶会经常给山川送自己做的点心 遇到挫折困难 也总会找山川倾诉 最近 学校布置了一份 规划未来梦想的作业 这让还没找到人生目标的奶奶 非常迷茫 不过梦想 哪是这么容易 就找到的呢 山川的安慰 让奶奶不再焦虑了 她迈着轻松的步伐离开 而像她这样 受山川照顾的孩子 还有许多许多 五十年典庆中 老顾客们 为山川送上两张卡片 上面写满了 他们对小店的感恩和祝福 每天都很开心 一直以来 谢谢您 以后会永远光顾 这一句句真挚的话语 让山川红了眼眶 对她来说 这份礼物 比金银都要珍贵 只要她还有力气 她就想把小店 永远开下去 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 零食屋又迎来崭新的一天 正如她的名字 开始咯 小店开始咯 关于童年的温暖记忆 也开始咯 霹里巴拉的脆墙 伴随着蒸腾的热气 胶韧的外壳 包裹着轴软的内心 这样一块 香气扑皮的面包 谁能不心动呢 眼前这位面包师傅 名叫竹内善之 今年已经88岁了 她所经营的这家面包店 从不依靠任何机器 所有步骤都是纯手工 凭借炉火纯青的记忆 以及50年的兢兢业业 竹内做出的面包 在当地声名远扬 当然 这些成就 也离不开竹内 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每次做出好面包时 她甚至都舍不得拿去卖 竹内店里的面包 全部由她亲手揉制 然后在历史悠久的地下教里哄考 这个鉴于80年前的砖窑 不仅抵挡了战争的空袭 而且在95年的板神大地震中 也不曾被撼动分毫 当时 面包店周围的许多建筑都发生坍塌 可砖窑还是屹立不倒 于是地震过后 竹内就立马下去烤面包 免费发放给附近的灾民 竹内的面包店 位于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 神户 这里一直以面包竞争激烈而为名 而她的店铺 就在东南区的住宅街 清晨六点半 天还蒙蒙亮 竹内已经准时来到店里 擅长做面包圈的妻子 在九年前去世 所以每天进店 跳桌的第一件事 就是祭拜妻子 然后再去地下室干活 这个充满古朴气息的砖窑 连砖块都大小不一 但却疑似问题也没出过 战乱时期 还成了贵重物品收纳地 对竹内来说意义非凡 专摇以前用的是柴火 现在则是用定制的煤气喷嘴 光是预热就需要三小时左右 打开煤气后 竹内开始了面团制作 她在面粉中加入盐 砂糖和酵母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特殊材料 面粉是普通的面粉 水也是普通的水 大家上随处都能买到 所以这么简单的配料 为何能做出 如此香气诱人的面包呢 这秘诀 大概就在揉面和烘烤上 竹内认为 人的双手在精度方面 不属任何机器 手动搅拌面团 可以随时掌控软硬度 这种随机应变的灵活 是机器怎么也做不到的 在揉面过程中 老爷子始终全神贯注 时刻注意着面团的声音 随着发酵 面团中的气泡会被慢慢挤出 声音越高 说明做得越好 眼下这个样子 就是大功告成了 下一个步骤是发酵 将面团捏成要烤的形状 然后放入发酵柜 柜子底部 是简单的火烧水盆 它散发出来的水蒸气 可以用来调节温度和湿度 看起来非常古朴 虽然面包店是早上9点开门 但通常情况下 9点的时候 神殿柜里还什么都没有 门口的牌子上 写明了各种面包的输入时间 顾客们可以根据情况来购买 不过9点之后 洛伊布决的预约电话 基本就把存货给订没了 有时面包还没出炉 就飙上了收庆 趁着面团发酵功夫 逐内提前吃上了今天的午餐 他把昨天留下的吐司 放炉子里重新烤制 然后涂上酱料 松脆的吐司并不是现在流行的软糯口感 但别有一番风味 小麦的香气也异常浓郁 竹内对这批吐司的品质非常满意 发酵柜里的面团马上成型 专腰内的温度此刻必须严格控制 350度是最佳 上下偏差不能超过4度 在面团发酵到极致的同时 炉子刚好也达到适合温度 面包终于可以烤制了 面团与温度 这两者间的时机不能有一点偏差 将面团放入酵内的过程也不能放松 因为刚发酵完的面团很脆弱 只要受到一点咳碰和面包的蓬松度 就会受影响 在烤制完成前的45分钟里 竹内的眼睛一刻也不能离开炉子 因为酵内各属温度不均 它必须在中途不断变换面包位置 还需要反动面包 使其表面不出现斑点 确保颜色金黄 出炉时间一到 竹内迫不及待地拿出了成品 今天的吐司也是质量上乘 漂亮的外观搭配霹里啪啦的出炉声 仿佛在诱人品尝 美味吐司的鉴别方法 主要看蓬松度 线面上的气泡向上延伸 这正是蓬松感好 口感佳的象征 竹内的儿子大龙 今年57岁了 他一直在店里辅助父亲做面包 手艺也十分不错 对于父亲仍在工作的行为 大龙其实并不认同 他担心父亲身体状况 希望他能按小满年 可竹内根本闲不下来 工作对他来说 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他享受做面包的过程 也想给顾客们带去更多美味 店休时 如居的竹内其实很孤独 他总是自己听爵士乐 然后学着上网跟网友聊天 竹内从父亲手里 接下面包店时 正值35岁中年 当时他还是电力公社的技术人员 父亲松松离世 竹内在周围人的鼓励下 匆忙继承了家业 一开始他做出的面包并没有得到认同 毕竟面包烘焙的技术 没那么好掌握 许多老顾客都说 果然还是不如你父亲 这让竹内下定决心 潜心研究 直到现在 他的技术甚至清楚于蓝 可面包这种东西是活物 制作过程也不能一生不变 这天竹内发现面团没有发酵好 明明所有步骤都跟以前一样 可结果就是出现了偏差 这让竹内大师也一头雾水 他静下心来 反复实验了好几天 试着把面团揉得更硬一点 问题的原因还不确定 但克服这些难题 也是匠人的一大乐趣 好在竹内的尝试成功了 这次的面包和以前一样柔软放松 老爷子顿时松了一口气 虽然已年过八旬 但身为烘焙师的他依然心怀执念 他说自己 至今也不知道 100分的面包是什么样 做的再好 也只给自己打98分 这样永远都有进步空间 永远都能在做面包的路上 继续走下去 竹内还在上大学的孙子 现在也会来店里帮忙学习 祖孙三代在一起工作 是竹内一直以来的心愿 新年一时 从未出过问题的卢教 因砖管松动 进行了首次维修 不过这个历经磨难的奇迹之遥 未来还能坚挺地燃烧 就跟竹内一样 技巧娴熟的匠人 和历经漫长岁月的砖窑 这两者相互成就 将美味延续 这是我见过最猛的厨师 炙热的烧烤台上 老人一手举着巨大喷枪 另一只手往冰水一进 然后直接伸向灼灼烈火之中 完全不顾蒸腾的热气和火焰 只是泰然自作地 翻动着金香鱼块 据说这种做法 可以避免金属家弄伤鱼肉 从而烤出最完美的口感 老人名叫祝元峰四 已经年近70岁了 他是这家东洋居酒屋的老板 也被人们称为能操纵火焰的魔术师 东洋居酒屋位于日本第二大城市 大阪 与东京略显紧张刻板的氛围相比 这里的人们更为放松和享受生活 他们热情且忠于自火 在食物上花的钱 也比日本其他地区要多得多 所以大阪又被称为日本的厨房 在这里 你能找到所有充满日本特色的小吃 比如章鱼小丸子 大阪烧 天妇罗炸串 乌冬面等等 当然 这些美味的食物大多都源于小吃丹 但近年来 小吃丹因各种法规逐渐消失 大街上越来越难见到 而东洋居酒屋 就是少数保留着的路边摊之一 开业至今已有28年 这个半楼天的小店 连座位都没几个 许多顾客还要站着吃 但这一点也没影响人们的热情 食客们是络绎不绝 七八个店员都忙得不亦乐乎 老板住员是个很有大阪味的搞笑大爷 注意 这里的搞笑可不是贬义 在大阪 如果人们说你好笑 那可是最高赞美 为了让大家开外大笑 大门人还会故意装傻 做一些夸张动作 而住员大爷完美诠释了这点 他会跟每一个客人 像朋友一样互动聊天 这使得居酒屋里的气氛 一直非常热闹 有些客人与住员聊着 就认识了旁边的客人 于是客人之间 也开始相互攀谈起来 对于这样一个老顽童 大家都急起买账 他们在这里放松自我 享受美食 时不时的就传来阵阵大笑声 可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开朗滑稽的老头背后 还隐藏着一段 不为人知的悲惨童年 住员出生在一个 只有一万五千人口的 习介岛上 那里三面领海 大多人都坐着 与大海有关的工作 住员的父亲就是一名水手 原本一家三口 也过得平淡幸福 可六岁那年 住员母亲不幸去世了 一切从那时起悄然改变 就在住员还沉浸在 失去母亲的痛苦中时 父亲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每次喝醉回家 他都会暴打住员 这让年幼的孩子不知所措 于是渐渐的他开始逃避回家 晚上就拿着毛毯 睡码头或学校屋顶 在那段小学时光中 住员最快乐的事 就是跟同学们一起 吃美味的营养午餐 但突然有一天 父亲就对他说 家里没钱了 已经付不起营养午餐了 此后 住员唯一的快乐也没了 他开始学着自己 好野菜做饭 那味道并不好吃 只是为了填饱肚子 因为贫穷 初中毕业后 住员就被迫辍学了 为了赚钱虎口 他独自一人来到了大阪 这里的繁华 另15岁的少年恐惧 但同时又让他充满希望 最初的两年 住员一直在阿姨家 开着酒吧当洗碗工 第三年的时候 他才终于接触了烹饪 师傅们教他 各种各样的技巧知识 年轻的住员学得非常用心 经常一个人在厨房 练上好酒 住员心里明白 自己还能做更多的事 于是从那时起 他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等攒够1100万日元 就去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居酒屋 硬为鸡头 不为牛后 比起在大公司底下当小员工 住员宁愿当小三车老板 不受任何人差遣 只当自己的老板 凭着努力和日常节约 十年后 住员真的存够了1100万 那一刻 他的内心狂喜不已 他终于可以开启第二人生 拥有自己的小店 然后再娶个贤惠媳妇 生个大胖小子 拥有自己新的家庭 可惜命运弄人 就在住员觉得前途一片光明时 他的父亲去世了 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 父亲依然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住员心里也并不怪他 因为他知道 父亲只是在用酒精麻痹自己 所以得知消息后 他二话不说回到了老家 为父亲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这次的葬礼花费了将近700万日元 等一切都沉安落定后 回到大阪的住员 口袋里只剩400万了 可此时的他知道 如果连梦想都放弃的话 那他就真的什么也不剩了 于是住员毅然决然地自己工作 租下了一辆卡车和一块停车地 东阳居酒屋就这么开了起来 当时像这样的路边摊还很盛行 但住员的尤为简陋 没有自来水 没有厕所 连个板凳都没 因场地限制 小店门口也只能占四五个人 全程只有住员一个人操持 有时看他实在太忙 客人们吃完后还会主动帮他洗碗 所以为了不让客人久等 住员就开始徒手制烤金枪鱼 这样也能避免金属夹弄上柔软的鱼肉 一开始 他用的还是小喷墙 后来朋友送了他一个特大号的 制烤速度就更快了 渐渐地 因为带客热情 徒手烤肉 食物还非常美味 东阳居酒屋的鸣声越传越远 许多人都慕名而来 到开业第三年 住员的小探前就已经排起大长队了 他开始请帮手扩大店面 重点是 终于安上了自来水和卫生间 每天深夜关门后 住员都会亲自将厕所清洗一遍 这个热情的老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他活得就像大阪这座城市 不银河框架 不随波逐流 以前 他希望自己买房取其生子 但现在 当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洋流后 居酒屋就成了他的家 员工是他的孩子 顾客是他的家人 而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在工作时倒下 他说 人生很短 快乐才是正经事 这辈子 他已经活出了自己的人生 从此再无遗憾 这对80岁的老夫妻 每天凌晨4点就要起床工作 直到晚上9点再回家 365天全年午休 这样的生活 他们已经持续了30年 但老两口非但不觉得累 反而乐在其中 凌晨4点 天都还没亮 这位名叫点子的老奶奶 已经开车到达了店铺门口 她和老伴 前景 经营着一家售丝店 因为店里售卖的所有食物 都需要手工制作 为了能准时开门营业 他们每天早早就来到店里准备 奶奶开门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和小猫小狗打招呼 一天24小时 老两口有17个小时 都在店里度过 因此 他们把宠物养在了这里 没想到 反而吸引了一批粉丝 有些客人经常来和热情的狗狗玩耍 然后顺便解决一顿午餐 稍微整理了一下 奶奶就从冰箱里 拿出了蒸好的米饭 开始准备今天要售卖的食物 没过一会儿 他的老伴也急速地赶来 先是和狗狗亲近了好一会儿 才走进厨房 虽然已经80岁高龄 但他依旧手脚麻利 15岁那年 前景爷爷就开始学习制作售丝 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 和点子奶奶结婚之后 两人一起经营了一家售丝店 生意非常红火 13年前 他们把店铺从长华市 搬到了多贺之里 这里更加靠近海边 不仅能看到漂亮的风景 还能买到最新鲜的一手食材 生意比以前还要火爆 店里面的特色之一 香手丝 是一种长华市 代代相传的特色手丝 不需要用手塑形 而是在特制的盒子里 铺上米饭 把肉松 煎蛋 香菇 鱼糕等食材 一层一层 马放整齐 再盖好盖子 用木栓压实 静静等待20分钟之后 米饭和食材被压制得非常紧实 这时候再取手切成小块 一份香寿司就做好了 爷爷使用的木箱和刀具 都是30年前的老物件 现在已经很难买到 就连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香寿司 也快要从市场上消失了 除了这种难得一见的特色寿司 爷爷还要准备好几种 其他口味的寿司 用多种食材制作的寿司卷 口感丰富 层次分明 豆皮寿司吸满了糖汁 一口下去满嘴鲜甜 散寿司用照烧酱调味过 再铺上和和一层鸡蛋卷 扁缀上寿司浆 虾肉 黄瓜片等配菜 色香味俱全 爷爷负责制作和切分 而奶奶就在一旁装盘和包装 虽然全过程没有一句交流 但每当爷爷 把切好的食材递过来时 奶奶的盘子 已经不偏不倚 在那里等候 这就是两个人 结婚55年来 形成的末计 6点钟时第一批寿司 被整齐地摆放到产品架上 而爷爷也要马不停蹄地 开始下一项工作 这个时间 伊士湾的渔船 已经满载而归 刚刚出海的渔货 都被预送到了附近的市场 爷爷每天都会到那里 购买最新鲜的青蟹和鲦鱼 然后去隔壁的菜市场 看看有没有什么 值得买的蔬菜水果 今天的橙子 个儿大饱满 价钱还很划算 爷爷一激动 就买了整整十大 买完东西 爷爷在市场旁边 买了份早餐 坐在车里 悠哉地吃了起来 平时吃惯了 自己做的菜 偶尔尝尝外面的味道 也有一番新奇感 而这时 奶奶也正和店里的 两位员工一起 在咖啡店里享用早餐 一直到8点钟 两人才刚好回到店里 看到满满一射的橙子 奶奶有些无语 对着摄像机偷偷吐槽 怕总是买得太多 而爷爷在一旁 不好意思地笑了 只要看到市场有物美价廉的食材 他总是忍不住买很多 到最后都只能低价出售 处理完货物回到厨房 爷爷开始料理 刚买回来的青蟹 一部分青蟹 拿出来在尾部放上食盐 直接上锅清蒸 保留住原本的鲜味 另一部分用来做蟹酱汤 这道菜很受顾客们的喜欢 另一边 奶奶也在忙着准备自己的拿手菜 首先是红薯天夫罗 在调制面衣时加入豆腐 是奶奶的独家秘方 这样炸出来的天夫罗非常蓬松 吃起来外脆里嫩 一盒也只需要130日元 另外就是只有冬季供应的炖牛筋和味增关冬煮 制作关冬煮的食材 奶奶选择了萝卜 磨浴 鸡蛋 它们本身没有鲜明的味道 需要提前在味增酱中熬煮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再转移到煤炉上的桃锅里继续炖煮 用煤炉做出来的关冬煮 受热更加均匀 口感也就更好 软烂入味的萝卜弹性十足的牛筋 裹满了浓稠的酱汁 一口下去汁水四溢 在冬天吃上这么一碗 整个人都暖和起来了 上午十点店里店外已经坐满了时刻 生鱼套餐是卖的最好的餐品 950日元的价格包含金枪鱼 鱛鱼三文鱼 这三种鱼类的后切四身 还附赠一份玉子烧和米饭 鱼肉都是当天早上从市场买来的 除非在鱼船上现捞现吃 不然还真找不到比这儿更新鲜的味道 除此之外 各种手握寿司 咖喱饭 五冬面 都是现点现做 一周七天就算天天来吃 也能每天不重样 这家种类丰富 美味价廉的小店 从营业之初到现在 一直受到当地人的喜爱 很多人每天都要来吃 爷爷奶奶的料理 仿佛有让人微笑的魔力 虽然店铺只营业到下午三点 但在闭店后 爷爷奶奶还要收拾打扫 准备第二天做取的食材 每天晚上九点 他们才会回家 但老两口并不觉得工作是一种负担 每当看到别人品尝自己做的料理时 脸上露出愉悦的神情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最大的乐趣和满足 这家咖啡馆四十多年来 坚持每天营业到凌晨五点 用丰盛的饭菜 抚慰着夜归人的寂寞 NHK电视台的镜头 记录下了这家咖啡馆里 72小时内发生的故事 一经播出温暖了无数 积极余生的普通人 前早寺 是日本著名的旅游圣地 每年人流量高达3700万 然而就在闹市区后面的小巷里 却隐藏着一家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老店 每天早上九点开门 凌晨五点打烊 四十多年来 风雨无数 和很多白领出入的商务风咖啡馆不同 这家咖啡馆里充满了人情味 带着宠物也可以自由进入 因为老板觉得 宠物对于顾客们来说 就和家人一样 来咖啡馆里呢 基本都是老年常客 聊天直来直往 没有丝毫机会 比如这位及时二岁的老人 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吃饭 他开玩笑着说 如果自己三天没来的话 应该是已经遇害了 虽然这里只是一家咖啡馆 能够提供的餐食 却是琳琅满目的 菜单上足足有70多道菜品 他们获得了客人的最高评价 没有一道是不好吃的 在后厨涨潮的是店铺第二任店长 他曾经在一家老字号餐馆工作 手艺那是梅子说 不仅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甚至还有人会特意大老远跑来 来吃店里的饭菜 开店40年来 这家小店看遍了无数的悲欢离合 比如这座客人 女人和男友恋爱三年 第一次大家见自己的祖父母 两位老人希望他们能早日结婚 男人也是爽快答应 他早有结婚的打算 就等女生的意见了 后续他们会一起商量 定下结婚的日子 咖啡馆也算是为这段婚姻 做得不见证 不过除了令人开心的事情 咖啡馆也是一个 可以倾诉的好场所 这三个男人用盛带冰淇淋 帮朋友庆祝了40岁的生日 他们三个都在冰衣网工作 今天下班前 还在处理一位 16岁女孩的 跳楼自杀事件 这个行业每天接触着各种不幸 常常需要心理出道 他们选择向同事倾诉出来 因为只有同在一个行业里的人 才对那种无力感有共鸣 这个月刚刚过去不到十天 他们已经聚会了三次 大家悠闲地品尝着咖啡 聊一聊天 心中的苦闷 好像能够减轻一些 凌晨三点 咖啡馆迎来了一批厂客 他们都是刚下夜班的出租车司机 每天夜里来这里用餐 这个习惯已经饱了30年 每个人对咖啡馆 就像对自己家一样熟悉 一进来就自觉地坐到 自己喜欢的位置 在30年前 生意还在营业的店很少 咖啡馆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大家就自然而然地 聚集在了一起 估计能用美食 填饱了一晚上的肚子 还能相互交流 工作情报和生活感想 天色渐亮 司机们就起程回家 凌晨五点 店铺也关上了门 到了早上八点 在咖啡馆里兼职的羊子 已经来上班了 69岁的羊子 每周都在这里工作六天 已经持续了30年 他熟练地做好准备 已迎接九点的开店时刻 工作日的上午 不可多是老年人和女性 62岁的前旅馆老板娘 和她的朋友 每每一有空闲 都在这里见面 唱走预言的抱怨 不成细的丈夫后 在习近舒畅的肚子回家 到了傍晚 突然下起暴雨 本开始营业的黄金时间 咖啡馆里 一个客人都没有 但幸好暴雨 没有持续太久 晚上11点 外卖生意 红火了起来 收入完全可以支撑起 今天的营业额 一般来说 点外卖的 也都是常客 例如这一单外卖的客人 就是附近的住户 他们在酒吧喝酒时 也不忘用咖啡馆里的 披萨下酒 同样都是在浅草区经营 这家小酒吧开了三年 生意才渐渐温暖下来 之前有过几次 生意惨淡 面临倒闭的时刻 都是靠着住在附近的 熟客才能支撑下来 这天中午 小雨兮兮丽丽的下着 一位老人冒雨 来到店里吃饭 坐下后 她的第一件事 只能口袋里拿出纸盒笔 纸上就有日期 如果每天她不把日期化掉 就会记不清当天17号 老人依靠养老金 独自生活 她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吃饭 这位老人穿着西服 脚上却是一双木鸡 她不喜欢袜子在脚上的触感 年轻时 不得不因为工作 忍受了很多年 到老了 终于可以自由地穿着木鸡 行动在东京的街头 这间咖啡馆 给人的感觉就是包容 每个人都可以在不打扰别人的前提下 在咖啡馆里休闲地做自己 这天深夜 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人在床边坐下 她今年才开始当出租车司机 每次上夜班前 都会来这里填饱肚子 女人是一位50岁的单身妈妈 25年前离婚后 独自抚养三个孩子 现在 孩子们都长大成人 她也终于有时间 可以追逐自己的人生 因为喜欢坐车 女人尝试着坐了出租车司机 没想到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人生的前几十年 她总是被一股紧迫感 驱动着向前 现在 终于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而这间咖啡馆 对女人来说 就像是一个充电的地方 在这里 她能享受到一段悠闲的时光 看个报纸 吃一顿饭 休息够了 就又可以重新处罚 这家满是人情的咖啡馆 早已经楼入浅草 成为附近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人们在这里 品味的不只是咖啡和料理 更是不属于自己的人生 我是拉环 关注一间一览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贷 感谢观看